气象属预估 今天深夜 台风中心在接触到陆地之后 将会南北摆荡 还不排除出现打转的情形 有气象粉砖示警 接下来将会有三股势力冲击台湾 前气象局局长郑明典也表示 在台湾西南侧有一条 对流极旺盛的雨带 那么当年的莫拉克台风 就是有一点类似这样的雨带 影响到南部的山区 台米台风暴风圈 周三清晨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 近比台湾过程 台风眼逐渐清晰可见 气象鼠也在周三上午11点30分 将凯米升格为强烈台风 气象鼠预估周三深夜 凯米台风中心 有机会从宜兰或花莲登陆 接触到陆地之后 将会南北摆荡 不排除出现打转的情形 逐渐要进到一个速度 比较慢的时候 在受地形影响之后 也有可能会再更拖慢它的速度 在接近台湾陆地的时候 其实台风遇到地形 它都会有一些南北摆荡的现象 其实也对它的登陆点 或远强就是最强风雨 要清洗的地方也会有所影响 可能会比原先 在数字模式看到的时间 会delay个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应该会在7月26号的早上 9点到10点左右 暴风圈就会脱离 我们海警警界的范围 随着台风步步逼近 周三白天 北部东半部降雨逐渐增加 周三晚间到周四清晨 台风中心通过期间是本岛风雨最强时刻 尤其西半部中南部更要顺防超大好雨 持续到周四白天 气象粉砖 关气象看天气也示警 接下来将会有三股势力冲击台湾 首先是凯米台风中心 对东北部的正面攻击 另外因为西北风跟西风符合的强对流 将为南部带来强降雨 而这降雨形态 类似2013年的康瑞台风 当时造成台南大烟水 至于南海可能引进的西南气流 预计周三深夜之后将会正面冲击 中南部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 前气象局局长这名点也直呼 台湾西南侧延伸通过巴士海峡 有一条对流极为旺盛的雨带 这是台风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的符合带 而当年的莫拉克台风就是类似这样的雨带 持续影响南部山区 凯米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全台都得严加戒备 这里是明星台北采访报道